我們組織就派我來提案這樣子 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多社會團體 很多NGO 所以其實我們長期根據社會議題 跟一些組織工作還有社會運動 那其實我們想要透過這次的提案呢 跟大家分享 我們想要有個具體的機制 可以讓網路可以實踐直接民主 所以這過程包含是開會提案或是討論 所以舉例來說 譬如說像是組織內部的工作討論 或者甚至是公民憲政會議 怎麼樣透過網路可以有一個執行 那短期的目標呢 是我們覺得不管是任何議題 就像是譬如說像是福茂 其實是涉及各個專業領域 各行各業 金融出版旅遊各行各業 不同的階級位置 譬如說銀行業裡面的老闆 跟基層勞工之業可能不一樣 然後或者是社會上的各個厲害團體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透過這個方式呢 來有一個開放的平台 開放的機制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充分的表達意見 所以我們的目標呢是透過不同的問題呢 形成具體的提案 形成具體的提案之後呢 就可以有一些工作的方法可以提出討論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擴大直接參與 然後讓提案可以多元化 甚至是提案跟提案之間的各個關聯性 可以初步的凝聚一些共識 然後也建立提案的關係 所以我們舉例來說 譬如說像是公民簽證會議 在318 這次也是學生的其中一個訴求 譬如說舉例來說 譬如說像有人點出問題 有人覺得代議制度 像剛剛也有很多人提出立委啊議員啊 各個不同的制度 那就是在無法實質落實監督 那提案可能就是公民憲證會議 應該要討論罷免門檻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提案就會有blah blah blah 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們也可以上去看我們的共筆 那包含是提案的元件可能有標題 目的內容 然後各個提案之間的關聯性 或者是關鍵字各個不同的標籤 那參與的人對於提案 可能可以做追蹤關注評論相關的動作 大家都之後可以再討論 那我們的目標的使用者呢是NGO 或者是願意開放資訊的政黨 那當然我們也是徵求很多不同的協作者 因為我們其實是沒有技術背景 像剛剛講什麼坑啊什麼IRCR 我都聽不太懂 所以其實是需要很多人可以一起加入我們 謝謝